我们对康熙皇帝悬叶的很多政治行为艺术做了匆匆巡礼 现在我们应该尽可能贴近这个人 做一番稍微细致一点的近距离观察 17世纪即康熙皇帝成长与生活的时代 正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 是人类科学在与愚昧的较量中走向昌明的时代 随着星航道的开通 地理大发现极大的扩展了人们的视野 戈白尼 伽利略 牛顿 使这种视野变得无限高远而又深邃 公元1662年是大庆康熙元年 这一年伦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学会 人们听取了数学 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最新研究成果的报告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由他支付法国科学院院士们的年金 伊撒克 牛顿爵士成为领取年金的外国院士之一 当这位牛顿爵士在英伦三岛约克郡的苹果园里 俯下身子捡起那只红彤彤的苹果时 遥远东方的紫禁城里 比牛顿小十二岁的康熙皇帝 可能正在为那神秘的天空而如醉如痴 事情发生在康熙七年十一月底 当时在帝国钦天间里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间最高长官杨光仙 发生激烈争吵 原因是南怀仁认为在杨光仙支持下编制的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中 有许多误差 而杨光仙等官员坚决不承认 导致南怀仁尚书皇帝予以揭露 杨光仙随即尚书反驳 双方在康熙皇帝面前激烈论变 在那一堆堆天文立算的术语面前 康熙皇帝如坠无礼如中 完全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于是十四岁的小皇帝采用了最为简单 也最为聪明的办法予以裁决 他下令让争论的双方用实测的方法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 为了确保实测的公正性 他派遣内阁大学士等二十名高级官员临场监督 一个月之后到第二年正月 他们分别检测了立春 雨水 月亮 火星 木星 结果很不幸 杨光仙一派采用我国传统方法所做的测算是错误的 而南淮人采用西法座的预测几乎分毫不差 为了进一步验证 康熙皇帝命令双方在紫禁城的五门外广场上 用日归针测试阳光在正五十的位置 这一天所有朝臣齐集五门之外 所有人都很关心事情的结果 大家瞪大双眼盯着那两根日归针影 随着太阳的移动 针影向事先算好的刻度逼近 恰在正五十分 南淮人所画的刻度与针影重合 而杨光仙所画之刻度上差几分 至此任何辩驳都无济于事 杨光仙受到深斥 皇帝命令南淮人担任青天间副长官 参与天文立法的测算与编制 事情并没完 因为这一场争论 涉及到了发生在几年前 一场更大的事件 就像表现出来的那样 杨光仙自己对天文立算懂得的并不多 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很坚定的爱国者 这种情况就和今天 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可以看到的 那些激进民主主义愤青很相似 他们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 和各国的情势知道的很少 但是在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 他们具有超人的勇气 对自己不懂的事物发表评论 杨光仙就是在这种情形下 对西洋天文立算发起攻击 并且成功地入主了帝国的青天剑 晚明前清时代 我国曾经产生过一部伟大的天文立算著作 书名叫《崇祯立书》 大历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说 这是一部包括了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不朽巨著 这部剧著就是在徐光奇所推荐的传教士邓郁寒 等人帮助之下完成的 邓郁寒是德国传教士 这个人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本人是三猫学院院士 是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 他在世界科学史上成就斐然 和鼎鼎大名的物理学家加利略 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好朋友 他曾经向开普勒介绍过我国的古代典籍 上书诗经春秋 还有谣点当中对日食和星辰方面的记载 他是在北京去世的 这个人对我国晚明前清 近代天文立算的发展 有着特别重要的贡献 邓郁寒死了以后 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汤若旺 汤若旺对推动晚明时代 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 有着极大的影响 那个时候天文立算不是一种学问 而是一个官职 中国的官员们特别讨厌 这个有可能抢夺了自己官位的洋人 因此汤若旺曾经受到过 斯大夫们的猛烈抨击 使他受到很多排挤和难堪 崇祯四年 徐光启奏请崇祯皇帝批准 安排汤若旺和一批中国的天文官员 同时观测一次日食 结果汤若旺的计算和观测 分毫不差 而那些龌龊官员们 则丢尽了脸面 梁启超认为 欧洲立算学的输入 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殊一笔的大事件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宋应兴的《天公开悟》 方以至的《物理小制》 徐侠客的《徐侠客游记》 几乎都出现在那同一个时代 大清朝入主中原的时候 表现得很有气象 只要是好东西就敢拿来用 汤若旺编制的《农政帝》 没有造福大明帝国 却便宜了大清朝 并且一直使用了将近两百年 因为这个汤若旺受到了 顺治皇帝的尊敬 威望很高 这样就使得一些 汉族的师太夫们十分不安 但是在当时 没有人敢用华裔之辩 这种意识形态来排外 因为在当时汉族人的心目当中 皇帝和满族也是疑 这使他们非常难受 到顺治十六年五月的时候 当时只是安徽一个秀才的 杨光仙开始发难 他不太明白西洋立算 对中国立法他知道的也很少 但是这个人懂政治 他认为喜爱西洋立法十分危险 就像是因为喜爱胡豹的美丽毛皮 把他们换养在卧室里一样 使用西洋立法 就等于让我们大清失去了 上天赋予的正统地位 就等于奉西洋为正硕 因此他明确提出 宁可使中国没有好立法 也不可以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旺 也就没人理解这位忧心忡忡的爱国者杨光仙 顺治皇帝死后杨光仙再次上书 受到四位辅政大臣的支持 结果康熙三年发生了立法预案 第二年汤若旺被判处死刑 南淮人等一批传教士被流放冲军 五位支持汤若旺的中国官员被处死 而这位杨光仙尽管不懂天文立算 却也顺利登上了帝国侵天间最高长官 监政的位置 幸好此时偏偏恰到好处的发生了一场地震 汤若旺方才逃过这一劫 被关了小半年的汤若旺 气息奄奄地走出监狱 一年后死在东唐 位置在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北大街路东 这件事情可能给康熙皇帝的影响特别大 许多年以后他曾经说过 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令他发愤苦学 偌大一个帝国连一部好立法都没有 实在不是件体面事 康熙八年 敖拜等辅政大臣回家玩去以后 南淮人尚书皇帝控告杨光仙 依附傲拜 无缘无故地冤枉汤若旺意图谋反 并以同一罪名冤杀五位中国官员 议政会议讨论后 认为这杨光仙的确罪大恶极 情节特别恶劣 建议处死 并为汤若旺等人平反昭雪 康熙认为杨光仙年纪不小了 驱逐回安徽老家算了 结果他病死在半道上了 此后康熙便迷上了天文立算 数学和几何 他在养心殿附近专门辟出一间教室 里面摆满了最新的科学仪器 除传教士们进宪的之外 他还让人仿制了许多 用来学习这些知识 几位有科学根底的传教士 几乎每天进宫为他上课 几年以后 当他已经成为准天文学家时 曾经下令 从今以后 不懂得心事及西洋天文立算者 不许在青天间做官 做了官 而对此道不熟练者 不许升迁 此时他也完全掌握了 欧纪里德几何学和阿基米德几何学 他可以在野外 根据星座的位置 熟练计算出准确的时间和方位 可以用简单的器具 测量出远处的准确高度 与距离 多年以后 他曾经在水利工地上 亲手教他的儿子和水利官员们 如何使用器具 测量地形地势与距离 令众多官员们叹服莫名 当时中国最富盛名的数学家 名叫梅文鼎 著有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 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数学成就 老先生曾经预言 这门学问将来会大行于事 康熙通读全书 在上面做了大量圈点批阅 然后得出结论是 此书没有大毛病 但算法不够完备 在南巡路过梅文鼎家乡时 将梅文鼎请到他的玉州上 连续讨论三天数学问题 最后很遗憾 老先生年纪太大 无法请他出山 一年后 康熙下令 把老先生的孙子 招到北京大内去研习 年轻人读了皇帝学过的 数学著作后 认为康熙的造诣 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他成了中国历史上 科学素养最高的皇帝 康熙皇帝自己 曾经写过一本书 书名叫做《几侠格物篇》 其中谈到 康熙28年6月 他在自己的稻田边上散步 发现了有一颗稻子 十分奇异 不但比别的稻子长得高 而且应该9月份 才成熟的稻碎 在6月份就已经接近成熟了 康熙皇帝就把这株稻碎 给收藏起来作为种子 第二年 这些种子拨下去以后 又在6月份成熟 从此以后 它每年拨种越收越多 后来 他就把这些种子 拿到了成德的避暑山庄里边 去试种 仍然大获丰收 并且可以在白鹿之前就收获 据说康熙皇帝每年到 成德避暑山庄时 所吃的稻米 都是他自己种的 而且有富裕 就这样 康熙皇帝决定在江南地区 试种他自己选育出来的 这个品种 在南京和苏州地区 试种的结果是 由于生产期短 再加上江南无双期很长 这个品种一举做到了 一年两种两收 亩产平均增长五成左右 书上描述说 这种米颜色微红 米粒长 气味很香 而且味道风鱼 因为这种米生长在 黄苑的田地当中 所以取名叫玉稻米 这就是以前在南方地区 曾经广盛种植的玉三稻 百日种 优良稻种的来历 这个稻种后来在江苏 浙江 安徽 浙江这些地区迅速普及 两百多年间 一直是当地水稻的当家品种 据说《红楼梦》中所描写的 玉田腌脂米 就是这种稻米 在江浙一带巡视时 康熙皇帝发现 往来的船只上边 装载着很多猪毛鸡毛 他就询问船家 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船家告诉他 福建地区的水稻田 时常饮山泉水灌溉 山水含粮 用这些东西 可以使河苗生长正常 而且早熟 康熙回到北京后 马上就在西山的玉泉山下实验 果然早熟而且丰收 他还注意到 江浙一带稻田 大多使用池塘水灌溉 池水不寒 所以不用这个办法 从史料当中还可以看到 康熙皇帝研究生耕 除草 和里密植 治汉 治烙 治黄 等等心得 他认为冬天利用农贤时节 深藩土地 可以把虫卵冻死 是治黄最好的办法 虫子繁殖时收拾容易 长成后收拾就难 小的时候收拾起来容易 长大后收拾就难 在地上跳的时候收拾起来容易 能飞以后收拾起来就很难 到今天 这都是符合治黄规律的真知灼见 据康熙皇帝自己说 他学习天文立算 数学几何 是因为自己不懂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在臣子们打架时 判断谁是谁非 因此他才要发奋苦读 由此想来 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专研 大约也有这种动机 除了好奇心 求之欲之外 他肯定不愿意被汉族臣子 看成是只会骑马射箭 只会杀人放火的出野一路 自尊心会要求他在精神文化层面上 在个人修养上也都成为胜利者 到了后来 当他深切而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时 必定会令他自觉地将这种东西 当成一个君主治国平天下的立身立国之本